我就覺得說 我對這個也有貢獻到 因為我的工程 半導體 台積電 把全世界的手機做得便宜 那麼偏遠的地方的人都可以用得到 再也不會有在車站裡面 這個電影哪個故事去了 男女主角再也就找不到的現象化 那我也這幾年突然覺得我很豐富的 想去觀察這個世界 用我的攝影去找令我感動的 拍像很感動的 感動的故事 所以當看到的時候 我是覺得非常的有感觸 那我想Jerry講 每一個人都有小小的夢想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夢想 我是很高興華美半導理協會 有這個機會讓我跟大家來分享 一個我的單車故事 我的單車對各位 在矽谷的各位 有兩個非常嫉妒跟羨慕 第一個 我的單車非常嫉妒 在加州的各位有這麼好的藍田 我在台灣 事實上 事實上只有一點點的時間 有這麼側藍未藍的藍田 不然我就要辛苦的踩著上1000公尺 到2000公尺的阿里山 到3000公尺的橫山 去看到這種藍色的田 另外一個 我對矽谷的各位也是非常嫉妒跟羨慕 就是矽谷對我一直有冒險患難不怕失敗的精神 但是我覺得我經過了 走了這個北京 新疆 義大利 巴黎 我也覺得我接近這個精神多了一點 那我必須要交代一下我的成長背景 來開始我的小小夢想的故事 那我成長在台灣南投縣的一個小鎮 埔里 在埔里跟日夜潭中間一個小村子叫東光 一百多年前當漢人的開墾直見到了埔里 日夜潭一帶 那1870年有一個事件 是漢人拿了禮物去給原住民的頭目 那有這個酒 所以原住民的勇士都聚集在一起 結果漢人是很不好的發動了攻擊 殺掉了很多原住民的勇士們 所以原住民就沒有南丁了 那可是還有很多土地要耕種 就招親招募台灣比較低階層的人 那從台灣大甲有一個客家人叫蔡傳福 就到了東光 二十七戶開墾戶被遭入罪 差不多十天前我去掃墓 四葉四日 當我看到我們家備份最高的一個墳墓 叫做蔡蔣荒博之墓 那我就問這個說 欸 寬佛欸 那個 寬佛啊 對啊 事實上跟我聯繫差不多 可是對我們的歷史比較有研究 他說對啊 我們的祖祖母就是原住民 然後我們祖子祖父是客家人 我說 哦 不是 客家人跟原住民的後代 我一直以為我是閩南人 然後我也跟我的小孩子說 然後我們家是閩南人 從陝西來的 寄養來的 小時候 我記得在小學之前 我在東光村 我現在一個大的印象是 村庚的時候 那我需要把這個秧苗 我大概小小的 所以覺得那個秧苗好高 然後去幫忙把秧苗 從大人產下來 拿去那個 小班子裡面 然後大人會把它挑走 這是我對我的小學之前的印象 那小學大概是在一個 可能沒有穿過鞋子 那中間度過 然後埔里初中 台中一中清大 然後就來美國 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樣 來美國讀書 那在剛剛講的是 我在89年就加入台積電 大概是最早之一 那我還記得我當時 我當時是做這個 研究發展部門的經理 負責這個跟國外的客戶 把這個技術做起來 產品做起來 當時我很害怕 其實我不是很懂得 張董事長他當初的經驗代工 但是我覺得好困難 就是我的客戶都遠在美國 那我的前一個工作 單單在同一個屋簷下 那我們這邊的製造部門 製程部門跟隔壁的設計部門 都好困難溝通 現在又隔著一個太平洋 是會好困難 沒想到到後來 因為客戶也來幫助我們 結果這個技術製造 我舉一個例子 在可能說92年 我做廠長 當初事實上是非常沒有競爭力 非常差 那客戶覺得實在有實在很差 所以就來罵我們 然後來說你為什麼不改善 後來就送了人進來集合 要我改善的項目 我記得是美國西部的一個大公司 送進來一個印度背景的人 三天給我一張一百個item的list 那當時的總經理叫Dun Putz 他說Dun Putz你為什麼工廠這麼差 他說S2不會改善 就發了好多力氣去改善 第二年他又來了 只是第一年他是什麼 黃光OI沒有寫好 然後設備的方式沒有做好 第二年他挑剔了褲防防炮 不是防暴跟炮 那總經理又說 NNS你到底會不會做廠長 我又先努力 第三年他還是給我一百個item 那當初我的印象就是台積在客戶幫忙 跟壓力之下逐漸長大 那我也持續在 當我做這個計劃的時候56歲 我已經在台積做21年了 現在又2年到23年了 那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想 我很快就會這樣子很忙的 然後就退休 就到退休的階段了 那我一定想要幫自己留下一些痕跡 所以我在想做什麼呢 那 在56歲的時候我就想這個 讓我留下一些痕跡 那也許一趟北京到巴黎的自行車 可以在我生命裡面留下一點痕跡 我當初也沒有這個景象 是有一個小女生 我請她來演講 我那時騎單車大概三個月 然後 這個是單車社的榮譽社長 一個小女生 大概可能不到30歲 當她講著她一個人 花了6個月從北京去巴黎 尤其在從新疆 然後哈薩克 哈薩克是一個月 她說她很害怕 所以她起碼對面 她說兩罐兩公升的水 因為有水她才可以撥下來 但是她講那樣子 讓我覺得生命的張力非常的大 之後我覺得如果她可以做 我也想做 但是我甚至在台積電 我老闆的張忠祐 創始會長得大 可能不能像她二十幾歲一樣 花6個月去 我算啊算啊 算來算去 我大概有五十幾天的假期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五十天 所以我就先規劃了說 我要去北京 我要去巴黎 然後我有五十幾天 然後我再花好幾個禮拜 決定說到底哪一站是什麼 然後再來這個 但是在同時我還想要交代 我在那個時候的 那一年是我很用力的生活的一年 所以在去之前 我把那一年的一些點點滴滴 放成了一個影片 這是在我走之前的一個影片 我從來不曾抗拒你的美意 雖然你從來不曾對我照顧 掌聲歡迎蔡允先生 岩小姐 掌聲歡迎蔡允先生 你閉上眼睛 親吻了我 不說一句 輕輕把握在你的 0109是1月9號 我就把這個比較重要的影片寫下來 溫度應該是8度 3比410度 3比410度 同學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這是2月3號 你可以看到天怒在旁邊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的QR會場 把我的總理秀 建格QR期待的同學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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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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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謝謝 謝謝 你好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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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